我們回到第二節的經濟午餐 剛才跟後任沙田區議員鄧兆豐說 沙田區的發展和城門河 計算這個選舉,現在的選舉範圍比以前增加了十倍 你怎樣可以今次選舉打好選戰呢? 其實真的將近十倍 因為以前我服務的小選區 舊選區制度,人口大概兩萬 現在的新選區,沙田西是十八萬 九倍,但如果說面積,絕對是超過十倍 過程當中都非常不容易 因為一來走出自己選區 很多選民都會覺得,我都沒見過你 你是誰?你做過甚麼? 你英俊容易認識,沒見過你 花很多力氣去宣傳自己,理念,政綱 但亦是一個很困難的地方,就是你走出這麼多區 都非常不容易 剛才也有提及過,疫情當中 建立了一些在地區友誼和合作關係 其實在過程當中都請教他們 一邊學習,一邊去做 街坊也看到,你都很盡力 又給一些意見 所以在過程當中是痛苦的 這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但亦有很多得著 吸納了很多街坊的意見和幫助 其實也建立了一些新的合作關係 我看到很多街坊支持,有很多義工 有不同的街坊 小弟也站過一兩個坊 看到大家,街坊對你的認同感也很強 因為我本身對沙田也很有感情 我本身有個專業是測能師 其實沙田接下來有很多發展 我開始的時候,純粹將自己的理念 推動沙田發展,自己的感覺很無助 但也繼續努力去做 然後吸引到當區的一些不同組織、團體 其實你這樣都沒有辦法去深入宣傳 讓我們來幫忙 所以就此打開了一些聯繫 就像你所說 也有些義工就說 有些弱勢,我幫你再去跟街坊說一聲 這個非常好 這屆的選舉,其實也不是完全相信你 中間也試過電腦系統出現問題 要加時 你們會否突然面對這些情況 義工怎麼辦 或者你會怎樣處理 可能10點,加時12點 其實除了當日,前前後後 因為這次的選制都是比較新的 很多事情都是邊學邊做的 尤其是當日,確實是打亂了安排 本來打算收工 因為突然之間,沙田西的選區有14個票站 突然之間,7點半左右的時間 很多的義工,即是我們有個群組 然後就去看看投票情況 他們匯報後就說 哇,現在都抵抗了 甚至乎有些人都不想再等 然後就散去 那時候其實是很害怕的 立刻就去到票站了解 拉尾先留意到新聞 就說電腦故障 然後再後期再出一個通知 就說我轉人手 或者有些其他的方式 contentency plan 然後去補救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叫一些義工 幫忙一些群組 或者一向有些社交媒體 然後就說已經康復了 也延長到12點 但是中間我相信 都是有一些街坊 可能始終他走回家 換了衣服 沒有錯 不想走下來 他就未必會出來 但是過程中 我們都盡量去應對一些突發情況 我想了很多 其實這件事都 變相可能是用一些社交媒體 電子的方式 可能其實又有些突破 除了當日 其實前期都是 你對應不是兩萬人 你對應十八萬人 你真的要有些新的方式 你去到哪個票站 在你選區哪個票站 我當晚就去到戀元村 他有兩個票站 一個是戀元社區會堂 一個是隔離鳳凡亭 戀元社區會堂 外面都看到是排隊 人潮山去 我們都盡量勸他們 其實可能等一會 戀元的站 戀元是市中心的人過去頭 山田廣場 好運中心 那些中產階級 走了過去都很有神心 你只會回家看電視劇 再下來 就走了票 非常之不容易 其實今次的票站 沙田市中心 走去戀元村的鳳凡亭中學 都算是比較近 我剛才說的 火炭 有個駿陽村 其實他要走到瑞和苑 坐車 真的很神心 很神心 那你上去還要等 等完之後 不會離開後 就不會再上 這個當然是大勝 淪開業 各破萬票 有些選區 贏的那個 其實贏三五百票 如果有選舉 晴晴說 這個電腦問題 令到他沒有三五百票 都不可能提出 有機會是這樣的 其實留意到一些選區 可能真的那段時間 你想想每個票站 如果真的那段時間 我們有百五至三百人 一定有這樣的機會 他不能再補回 但這件事根據程序 我相信最後政府也會有一個決定 你贏那麼多 就不用擔心 贏三五百票 有機會是這個挑戰 真的會有一點點 始終都是一個 有味查 要查夠 成因在哪裏 如果是人為的話 就更加難以去說項 這件事真是突發的 令你很深刻 但加班如何安撫助助選團 其實當時 我都跟他們說 其實大家安排是十點半 大家都回家 因為有些第二天 還要回家 有很多義工 所以這個是打亂了 但確實還有義工 都很願意留下 但當時我們都盡量收拾了我們的宣傳範圍 我當時也做了一個決定 因為我覺得十點半打後 回家會再出來投票的機率比較低 我們做了一個方式 一來就用電子的方式 叫一些義工 你們回去吧 他們有很多住當區 在當區你們發訊息來宣傳 另一個方面 真的願意留下的義工 我們跟他們去了一些地鐵站的出口 剛剛回家 他們就以為趕不及頭 就馬上告訴他們 其實還有一個多小時 不如也去一趟票站再回家 這可能也是你的智勝之道 調動了 其實當晚有的 其實我們在沙田站和火炭站 立刻跟街坊說 有些街坊真的十一點半 還有一頭 我們馬上說 就是投這個 就是投這個 看到也有一種誠意 不奇怪 在那裏就賺取了一些票員 選戰 選戰 就像打仗一樣 等軍遣仗 調動助選團 去到重要的要塞 有時就撐了幾百票 就是那幾百票 有些特別想多謝的人 打贏了 其實有很多 本身 我有一個香港大學的師兄 黃敬博士 他和我都是工程系 其實我們認識了很多年 差不多20年 其實就去到一個社區的服務 都是得他的一些鼓勵 還有當中很多協助 因為其實我本身 都在沙田這裏推動一些議題 譬如是一個極端天氣 造成一些水浸 還有剛才所說 城門河很漂亮 但是城門河的名渠 河床其實是遭受到破壞 其實他都和我一起研究一些方案 當時亦聯合一些立法會議員 向政府去到作出建議 其實都得到接納 所以其實這個方面 都要多謝他 就是用你的工程專業知識 去推動社區建設 沒錯 另外其實當區也有很多 在當區做服務的一些 例如我的選舉經理 黃宇漢 其實他在立元村服務了很多年 他也曾經當過兩屆的區議員 在過程當中 其實他也幫了很多 給了很多意見 那真的要很多前輩前人 幫忙 不同崗位 一件選舉工程 實在不是簡單的一件事 由開始到 現在還在借票 到1月1日上任 就可以請我們開辦事處 請我們多多支持 多多支持 待會回來再跟您說 沙田區區議會的轉變